我們看到在三峽有一間彩券行 在二十八號中午有一名 中年男子來下注三千元的冰果 冰果這個遊戲 但是他身上根本沒錢 那店員也不予理會 沒想到開獎之後 還真的中了六千元 男子向店員索討彩金 當然拿不到 一氣之下居然動手刑牆 男子一個劍不上來 手就伸向櫃檯抽屜 想要拿走六千塊錢的彩金 新北市三峽區二十八號中午十二點半 發生一起搶劫未遂的刑事案件 動手刑牆的馬姓男子身上沒錢 卻向店家下注三千元的冰果遊戲 業者當然不予理會 不料下注幾分鐘後開獎 結果還真的中獎 馬姓男子向店家索討彩金不成 竟然直接動手刑牆 權力高資 涉嫌搶奪 你可以保持沉默 雙方現場無法達成共識後 發生拉扯 馬嫌心有不甘 及未經店家同意進行進入櫃檯 預拿取現金 店家立即報警 警方到場後調約現場監視器 並依法逮捕馬嫌 馬姓男子刑牆的時候被業者擋下 並報警處理 警方到場將男子帶回 偵訊 全案一搶奪未遂罪嫌 以請新北地檢署爭敗 記者中央報導